俗话说,祸从口出,但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即便不说话,做键盘侠还是一样会引火上身,一些案件大家可能要引以为鉴 KK超市的袜子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,一名35岁的华裔男子因针对这起事件在社交媒体发表哺乳伊斯兰教的言论,换来6个月的老狱之灾以及罚款12000令吉 被告卓伟龙今天在吉隆坡地庭俯首认罪,坦诚自己确实在脸书发表了冒犯他人宗教的言论,但并非有意为之 他解释,自己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,不知道会那么严重,若被告无法缴清罚款,则需要以服刑三个月来代替刑罚 警方是在本月20号于交赖逮捕一名,名为Chop YLong的脸书用户,并援引刑事法典第298A条文,引起不同宗教的愤怒及仇视 以及1998年通讯极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,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或网络服务散播假消息,展开调查 无独有偶,沙巴亚币一名男子日前同样就这起风波,在网络上出言补讯,被判处监禁六个月,以及罚款15000令吉 现年33岁的被告立起身家金邦,昨天在亚币地庭被控抵触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括号1括号A条文,并扶手认罪 地庭法官阿米莎·阿米哈山下判时指出,如果只是罚款起不了阻吓作用 花钱消灾是不能够达到成交的目的,因此被告必须面壁思过一段时日,才能够知错悔改 前几天,两名分别来自沙巴亚币和吉隆坡的本地男子,因在社交媒体发言时冒犯穆斯林群体而遭人肉搜 甚至上门逼迫他们公开道歉,因此相信这两名被告就是遭人肉搜的两名男子 有此帝赌相取镜,相迎dot地人 有此帝是和� énorm用没有创造的,因此怎会被最初决定мен 有此往没准法查说,因此在学们的初农19 ガッテ